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三道戏解说三国沙 那么本期呢,我们依然做一些这个身份剧视频 我们还是做我们的忠诚视频吧 因为我上次还有一些那个视频没有放 我们今天就继续放点,对吧,好的 那么今天BGM终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怎么在BGM里面放我一天的歌了 因为玩音乐没有版权嘛 但是我这个可以用YouTube来放,对不对 好的,那么二后为忠诚,选了一个孙权 因为我本身我说过我是一个权炊 孙权这种武将所有身份都适合的 毕竟也是老八神之一 这种和身份都会有一定的发挥 反正,然后因为喜白性武将都是很权能的 结果我怕到这里还有个元素 但这个武将可以说要在身份剧里面 就是我们孙权的一个进化版升级版,对吧 那我们第一回合,实际上对于这个傅朝冯主公 比如曹丕,比如孙策 二后为的忠诚实际上是挺凶险的一个位置 就是,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二号为忠诚,你看后面的局势 如果没有明反的话 你是不太好打的 但这个时候你如果跳了几忠诚的话 很可能后面反贼会一用二上百 你打死,因为反贼不打算打这个主公 逐身不嘲讽 而这种复嘲讽主公 如果你反贼不去打他 他的方向就很有限 那如果迅速把你这种脆皮忠诚推跳的话 那你的后期你的主中方就非常非常的难打 所以对二号为忠诚很关键 要么你比如说,你做好一个,你去盲居 先下小微墙,把一个反贼打残 要么你就是这个,进行一定的虚报 或者一定,至少让自己有一定的防御力 不至于被反贼们一拥而上推倒 比如说这个曹王马上就看出了破绽 对不对,他要打我们 但是这个黄盖呢,他不领情 这个黄盖跑去打曹王 又把主部连起来 证明黄盖也意识到了这个 主公,是 就是这个黄盖也是要跳反的 但是他没有一块就是曹王的身份 曹王觉得我们这里弃了个决斗 没有打主公,所以我们是那个忠诚 但是在黄盖看来 我这样做可能仅仅是因为 我不敢去决斗主公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决斗这种好牌都丢掉 而我没有丢过后拆桥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丢过后拆桥的话 这个时候 就鸣谢的跳出来 你不是一个反贼,对吧 你反贼虽然不敢打主公 还是开始拆主公的 所以这点也是迫不得已 不过我们咱两个无中手 确实会等了后面的爆发 我们等场上局势明亮以后 我们孙杰无中手开出来的话 我们一波大过牌 是能够打出不逊于元术的爆发的 甚至比元术还要强 因为元术你最多也过六张牌 我孙杰可以过非常非常多的牌 而且这个也很幸运的 元术是我们的忠诚 那就很不错了 这个主公没有翻我们 这个比较遗憾 他如果这个时候能把我翻过来 实际上我们真的能做出 很充分很充分的一个贡献 但是由于他可能对我们的身份 也不是特别的信任 但现在四个版都跳了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比较信任我们 有机会把我翻过来的 好的 那么元术这里 依然做到了他的贡献 把马苏联系 马苏这一局实际上是一个 这是看来准备要把我们翻过来的 对吧 我就觉得我不是很正常的吗 对不对 OK 那这样的话 到我们和和应该就可以动了吧 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曹王没有被联系了 那么到我们和和我们怎么打 我们可以把无中生有先开出来 然后看我们的牌 如果你觉得你能够收掉反对 你就不要制衡 等把反对收掉以后 这三张牌摸到再一起制衡 如果你收不到反对 那你就不断制衡吧 对吧 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吧 因为是先过牌的 一个是先过牌的原则 一个是多过牌的原则 这是两个原则的冲突 你要见机形式 OK 那么有火攻 还是可以考虑弄下曹王 对吧 好的 那么顺眼他的这个 手牌又是那个火攻 那我觉得这个火 曹王是夺得到初一 也夺不过十五 对不对 你无限了一个 你还能无限第二次吗 那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 先制衡这个时候 再火攻一下 这次火攻看咱们火攻中 火攻中的话 魔三双白还是很开心的 OK 不过他奸奸死不了 对吧 那就看南蛮吧 刚才不看南蛮 是因为我们还不是很像 再去掉草皮一滴血 怎么样 但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南蛮一并开了 对不对 反正这个曹王 如果没有杀的话 就会掉一滴血 当然曹王估计也有杀 那么这样的话 至少马速是很惨 实际上我们这里很希望 能够过到一个什么 过到一个装备 来个直火杀 这三个就惨了 但是很遗憾 我们这里没有足够的距离 打到他们 那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还是杀曹王 一曹王马上要动 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里一个九杀 那这样的话 说要说有点堵 因为曹王这个武将能摸牌 没有摸到这个闪 那我觉得这里 我们就把他打死 曹王一旦死 我觉得反正就已经被崩掉了 因为黄盖这里被翻面 这也证明了 我们才被想住 对吧 但是为了这个优势求稳 还是那句话 桃子一定要留下来 这个无限一定要留下来 那你作为忠诚 防御率可以适当看轻一点 因此闪不用留 有一张九 这个九主要是用来输出用的 OK 那么这样的话 看台湾结议 虽然你们反正能够 获得片刻的喘息 但是也跟主攻回着去 这个情况 如果你不去推主攻的话 那让他把血回回来的话 这个就非常非常不好办了 对吧 打到后期 你就更可能 可能更打兵了 那毕竟我们这三个人 里面有两个是忠诚的 孙权的过百量 尤其是如果元术 也是忠诚的话 那我们的过百量很恐怖的 那么这个古令刀 哎呀 这一下就 应该这样 把反正基本打崩了 对吧 那么元术是我们的内奸吗 如果元术是内奸的话 那还是挺不好打的 毕竟他这里要一张拆 一个蟹刀 把古令刀拿过来 这个赵云很恐怖就崩掉了 毕竟元术能做 实在太多事情了 但是元术这里 也是一个乐 也就是说这局内奸 他不打算 不打算跳 马苏说了一句 这是无内局 我们放稍微快一点 这个就可以 对吧 那我们这里拿一个刀子 也是为了更好的输出 因为这个马苏和灯岸 是我们很想打的 而黄盖这个状态被乐了 就不用太担心了 对不对 然后他猜我们是内奸 那我现在 可能我们不能如你所愿了 对不对 事实上这局的连谁呢 这也能连谁啊 是他 然后这个赵云也没有意思 他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 他打算就这样打下去 为什么呢 我们看他怎么说 他说 你们反一直推主 现在像你那个呢 所以这个也实际上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 你是内奸时候 面对这种情况 你怎么打 比如说 这个反贼 他现在只有三个人 他还是推主 那你作为内奸 这时候该怎么打 按理说内奸时候 为了赢 他可能要 自己去打忠臣 对不对 因为我要赢被乐吧 出主攻以外 所有人打死 但是反贼 如果真的是 以外去推主 那我内奸就即使 把忠臣打死 很有可能 这个主攻也保不住 所以内奸 他有的内奸 他可能这个时候 就会想说 那你不让我赢 我也不想让你赢 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内奸胜率过于 过于低的这个现状 导致内奸有时候 不会以一个纯理性 去分析他的决策 比如说 那我就关讲了 不法宣洁的 我用我5%的胜率 跟你们反贼 70%的胜率 去我们一换一 这也是他作为的 内奸的一种 服役的策略 当然了 我们这里不讨论 他这个做法 对或不对 只是要说明 这种情况 这三国之二中 他并不是个例 他是还经常出现的 所以你作为反贼 这种情况 你应该怎么应对 你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你可以说 我不这样打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到 有的玩家 可能会这样打 你也应该有 自己相应的对策 这是我们想说的 当然这一局 主要想看的就是 我们刚才孙权那一轮 视角谈的爆发 还是特别过瘾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两局 我们都看一个 一个武将 在终成的发挥 这武将谁呢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局是主攻 那我们这个 选将的话 我们就选了小胖子 主攻的选将 这个完全是看 个人喜好了 强度来讲 可能这个曹瑞曹丕 包括这个孙伯 可能这个强度 比其他主攻 稍微高一点 对吧 但是 实际上这个东西 毕竟天天玩曹丕 也挺无聊的 然后孙伯主攻 也很容易被别人 想出办法来针对 所以你包括 玩一些这个 刘备啊 甚至曹操啊 或者玩一些副主桌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玩身份局 这种东西也不举 也说不完全是为了赢嘛 大家也是为了一种放松 对不对 好的 那么这个 赵云跳反 仇态跳了一个中阵 我们第一轮的时候呢 没有怎么动 这个射手欠阳没有用 实际上呢 现在看来 还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射手军 还是应该用EV 因为赵云 一来赵云很频繁 二来是 他能够把你推上 射手欠阳给拿去 这个才是很危险的 倒不是说 你的射手欠阳 可以攒到下一轮 赵云如果一旦 把射手欠阳 给我们冲阵过去 那这个是魂闭性的打击 所以这个顺 上来忙下赵云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 毕竟我们作为主攻 是烈士方 烈士方可以底下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二张这里 挑了一个中阵 邓爱这里 借了赵云的刀子 指的是我们 但是呢 他又弃了南蛮 弃南蛮 他又弃了装备 可以二张反对装牌 所以这个邓爱的身份 实际上 他是反罪吗 他真不一定是反罪 加上这局 有一个离线的曹瑞 导致我们这局身份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混乱 这里大家应该要注意 OK 鲁肃和这个 张鲁都跳了比较明的反 值得注意 是跟他张鲁 把这个二张和曹瑞 换了个牌 为什么呢 因为二张刚刚刚 过去的牌 是防御牌 偏多 而曹瑞没有过过牌 是随机牌 他的牌是 防御性比较差的 他这样换 实际上是以 某种程度上 去削弱二张的防御 方便后面的人去打 他可能有这么几个 效法在里面 对吧 那我们也看到 这局两个忠诚 实际上跟刘善主公 都没有特别明显的 放权性配合 有的人可能会 就是中国中国 还是抱怨的 对吧 说你这个 周泰这种人 怎么能忠诚呢 你二张这种人 没有配合怎么能忠诚呢 那是一点配合都没有吗 实际上不是 因为二张 在我们放权的时候 也因为我们放权 常常是要 无谓的 弃了很多牌的 而二张 可以把这些牌 最大线路上的 回收利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二张这个武将 有个缺点 就是他虽然 固正能够 收很多牌 但是这些牌 都不是位置牌 不是新牌 都是已是牌 而且以防御牌为主 导致 他虽然二张常常 有很多牌 但是能做出的 事情很有限 而刘善不一样 刘善是吸入自己的行动 让二张多用的行动 因此刘善 摸出来的那些 新的攻击应的牌 包括顺差 决斗 AOE 都是可以给 因此这也是形成的一种配合 相当于我们刘善 弟弟的刀的 只用了放权 回合结束的时候 起到了一张牌 来换取了整个 二张多的一个行动回合 行动回合使用 莫白权的摸两张牌 还有他行动 造成了额外收益 比如说初杀 比如说直戒 所以这个收益 是被低估了的 所以二张忠神 是可以预见 他实际上有一定发挥的 对吧 那么邓爱 这个时候就跳了一个 一直在二张第二轮 对 这一局 我们这个时候 打这个鲁素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反贼依赖反贼核心 鲁素不死 大家没法玩 再来就是张鲁和赵羽 两个实在也不好打 那么邓爱之后 跳了个反 去打二张 但他一定是反 不一定 因为这局有个 曹瑞这可离现 他的存在 我们说过 导致这个身份 他是未定的 如果 他是忠臣 现在这个局面 当然是很好理解 对不对 但他如果是反贼呢 邓爱是内奸呢 这种情况合理吗 同样很合理 对不对 内奸看到这种情况 他出来 出来那个 帮反贼了 那你可能说 那内奸现在帮反贼 不就是四打三吗 那这个帮的 应该很不应该的 内奸这个时候 怎么能跳呢 但是你就注意到了 这个离现的人 要把它算在 我们这一方 因为有二张的存在 所有的这种离现的人 这种 这种可以说 这种丧尸 这种僵尸 都被二张利用了 这叫做一个 所谓的戒失还魂 二张把他们的 这个摸的牌 都拿回自己所用 所以相当于是 增大了我们的过牌 对吧 而有流善的 这个 这个放拳嘛 放拳你放拳二张的话 又有一个 这个双倍的发挥 所以可以运到 这一局 我们并不是 怎样的三打四 那种劣势 而是一个近似的四打四 这也可以印证 为什么这个灯爱 去帮这个反贼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现在我们 就我们特别简单打卤素 但是由于二张 这个时候没有装备 我们不想浪费 我们这一刀输出机会 我们就觉得放拳二张 他可能这一刀要浪费的 所以我们就自己动 砍了一下卤素 也不错 砍掉了一瓶血 那么到二张的回合呢 诶 赵云挺惨的 这个两边的 都把这个 尖码挂起来了 他的距离也被空得很死 对不对 那么二张 诶 这我有装备 那不错 那一刀打下去的话 这个卤素会死吗 自己还有个9 那看来的话 那么7会死吗 还不好说 因为刚才逃起到卤素那里 张卤的过牌量 本身是很大的 对吧 张卤的个米 他如果流动得很快 诶 你看他又 又给钱换米了 他每个两张过牌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我们这里说一下 赵云的话 没有闪还不错 那么二张没有被偷牌 邓爱的回合 他会怎么动呢 诶 开个难门 那邓爱这里 要顺便把卤素收了 邓爱的算盘 拿的是把卤素和曹瑞 同时收掉 对吧 这样把反费核心 这个X因素 打死同时呢 也把曹瑞给打死 相当于让我们 放二张的这个 这个存款机 这个二张的ATM 人体ATM曹瑞 也被弄死了 但是呢 这个曹瑞也是很不小 他手里有一个桃子 硬是不死 对吧 赵云这里就一直在 在这骂他 说你可以打在那里 他觉得你这个时候 怎么收队友 说得这么狠呢 但赵云他就显然 是没有一双那个问题 谁告诉你 邓爱就是你们的队友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马车 他都没有给你呢 邓爱人家是一个内奸 他马车不给 就更加印象这一点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三打三 但是但是 由于曹瑞 如果曹瑞不死的话 事实上 这个局面对他们 就有一点不利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赵云 他这里是被 距离卡得死死的 做不是贡献 而邓爱在觉醒前 他的贡献 以基本为例 那么过牌量 他们只能集中 在张主一个人身上 而我们这边有 二张的和刘善的存在 我们手里是平衡高的 我们是完全有机会 在这个拼牌叉 拼赢他们的 而且是在内奸 已经导向反贼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拼赢他们 那这个就属于 对主动方 是一个很好的优势了 那么邓爱呢 这个周泰这里 索性把曹瑞给收掉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 他不收可能 这个反贼也要把他收掉了 那么三张牌 给他们 不如给我们 那么情况 接下来怎么打呢 三个复朝反攻 该打谁呢 那我这里建议的是 我们去打张鲁 虽然我知道张鲁很难打 因为打他 可能让他这个 又去卖米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过牌怎么样 但是问题在于 打其他两个人 是会有反噬效果的 就是打他们 有可能偷鸡不成18米 赵云打不死 他还偷你牌 然后打邓爱 你打不死的话 他觉醒你 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而打张鲁虽然很难打 但是并没有副作用 我们一人一刀不是砍 总能砍死他的 反正我们的 不排弹的优势 我们甚至也可以用 用这个一出招战术 对吧 在保证防御的基础上 慢慢去磨他们 毕竟是三个盾 这样的话 在我们面前是 这个竞争力 很有限的 对不对 那么邓爱这里 这也没有办法 还是让他去看二张 但是由于二张 前击的这个疯狂的直接 我们现在的这个 装备状态 已经是非常好了 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想把我们 黑了越来越难了 那么对于排杀战 优势一方 节奏越慢是越有力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 可以说是不慌不忙 那么这里张鲁的话 打不死也不要紧 二张就抽了个AOE 对吧 那么无论和和 可以考虑把这个排气 然后把这个杀铁 也给了二张 二张这里再打一刀 怎么样呢 那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把张鲁给打死了 对吧 他这里都会要杀 然后他这里改个盼 改了一个盼 这样的话张鲁又回了一滴血 对吧 可以先把他蓄力活命 OK 那么这个赵云 就说他也没有闪 没有通道牌 那么马上这个赵云被乐了 二张又是一动 基本上是一个联动 那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张鲁 已经没有米了 我觉得是有机会 好吧 倒霉说 还是没有打死他 灯岸一个雷沙 但是灯岸只要不觉醒 我们能够在灯岸觉醒之前 把张鲁打死 我们的机会就很大 在张鲁被打死以后 即使灯岸觉醒 他三张鲁 说实话能做的事情 也很有限 对不对 毕竟我们三个人 都不是那种原因死的 我们只要不死 这个人 这个人数优势在我们这里的话 排杀优势就已经在我们这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无数优势 直接给二张 对不对 那么二张这里 嗯 又是一刀 这样的话 我觉得赵云这种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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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子吧 OK 那这样的话 你已经松了 对吧 接下来的话 打这个灯岸 还是赵云 就比较 随意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顺差比较多 可以考虑大家一起 把赵云的随意压 一个乐 弄死 或者你去打灯岸 最后你就在防 那个无限移赛哥哥多了 打灯岸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放了稍微 就是快点了 OK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加约马给了二张 对吧 我们想的是 让这个二张 能够把距离 给起起来 然后你这里实际上 如果你给顺的话 也可以 因为二张两张顺的话 有机会 可能把赵云 给直接弄掉了 我们赵云这里 也起到了一个装备 开始对二张进行输注 但是这局 不得不说 这个周泰 对于这个 二张的那个 对赵云的克制 确实 太强大 有效的弥补了 我们这个 手牌被冲阵的 这个威胁 所以这局的话 三个人配合 可以说相达一张 你会发现 有时候虽然你 有时候的选将思路 跟你这些 所谓的贴巴上 那些传统的思路 不一样 但是传统的思路 不一定就是对的 每个人都说的 那个意见 不代表正确的意见 有时候真理 掌握在小说人所 对不对 赵云这里 气得不行了 对吧 走了 你说周泰 好像按照理论来讲 更流善 没有任何相信 二张也是 传统理论里面 是一个好反贼 不是一个好用神 但事实上 就是这两个人 在这局的发挥 都非常不错 所以我们在玩 身份局的时候 这个思路是一定要 开酷一点 要活一点 我今天看火叔的视频 就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观念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玩身份局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选 非主流主攻 为什么 就是你选 非主流主攻的时候 按照他的说法 没有一个固定的思路 套路去打他 因此很多玩家 就反贼 尤其是反贼 他不知道该怎么打 很多人在打身份局的时候 他评论是什么 评论是经验 就是 打孙瑟主攻 啊 根据经验我知道 这个每个人都这样说 我们要围观他 对不对 打孙瑟主攻 我们都知道要复推他 但是你打鲁肃主攻 你打曹植主攻 或者打王毅主攻 尤其这种 想推又不成敢推 那种主攻 有时候反贼就犯得难 这个时候 你没有经验可以追寻 你只能够去 凭底的分析能力 来分析这种打法 而分析能力上来讲 每个人的差距 就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作为 像火术这种级别的 比较 属于特别高的玩家 那你们方 主动方至少 有你作为火术 这么一个人 他的思路很清楚的 而反贼方四个人 都是一团雾水 那这个时候 他就能够 借机获取胜利 所以这也是一种 一种观点 也是有助于 为什么说我们 在这个身份举手 选项的思路 要开阔一点 发挥一些创新精神 有时候会得到一些 很有意思的结果 也是一些很好的结果 好的 你看这一群 马上给我们选了一个 特别特别非主动的主攻 选了个郭怀 刚刚选完 就骂了一句 什么意思呢 我们选了 我们说到二章 因为我们准备 接下来讲二章 他这个意思就是 他这个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选到了这个郭 对吧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你既来之则安直 选到什么 我们就跟他打就好了 主攻向一旦选完 你再责问他 都是没有意义的 你只要老师打就行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拿到装备 想在前击 这个二号位 反正我们就直接跳中了 然后再盲聚一下 接着把我们的 限制忧势给打出来 其实我们还是挺希望 像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是忠诚的话 还是挺爽 对吧 那我们这直接 这个盲的 这个提索零环了一下 忙着打了一条布链诗 不管了 然后杀一下这个左思 左思一个大小 给琉璃 琉璃给了马良 好的 那么左思过 挂闪电 哎 他做了个什么事情 他把火攻给气掉了 说明了至少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反贼 如果是反贼至少 会火攻我们 对不对 所以给他 先标一个忠神 没有问题 但是他也没有 没有杀人 这个马良也是一个忠神 那么既是好消息 又是坏消息 好消息在于 我们前期四个人 有一个联动 能够打出一定的 限制忧势 坏消息在于 这个人的将士太弱 相对我们方 这个郭怀和马良 然后这两个人 几乎是白板的武将 都是我们队友 而敌人看到了 有布链诗下流鞋的 双合组合 和一个曹冲 这种神级宝和武将 那么其实太阳 所有人像这个白板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种情况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不过这一局游戏 我有一点一定要说明 就是这个录像 是一个老录像 这个曹冲是老曹冲 他的技能 不是你以前看到的这个技能 他那个人心是 是有人冰死的时候 你把自己翻面 并且把所有的手牌 交给那个人 然后让那个人 恢复一点体力 是这个人心 而不是说弃装备 翻面防止伤害 这个人心 这是一个区别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知道了这一点 你就可以明白 后面操作那些举动 他为什么 比如说卖血的时候 不搭装备 都是凭这个原因 OK 那我们这里给他装一个装备 结果很不行 我们这样面就差了 差就算了 我们的运气还很差 我们的两个人中了闪电 这一波六滴血的话 真的很惨 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说二张对于 残血队友的保护 是很重要的 而且现在队友 我们一般如果 一个队友如果残血了 他的作用不大大解决 为什么呢 他不仅仅在于 他很容易死 而且在于他这个 牌会浪费很多 但是二张 还可以把这些牌 急速给捡起来 对吧 而且同时能增加 他的反动距离 而且这里 这个大桥的话 这是很关键的 如果不是大桥 这两个这个 布列石下流血 这个双合一动的话 我们断然是 没有什么机会的 不过很可惜的是 虽然像这里牌虽然很多 但都是基本牌 对于我们来讲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里就像我们说的 曹中是老曹中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没有去 拿这个装备的原因 好了 那我们这里 肯定是先打 还是先打布列石了 一来他残血 二的他这个美 这个人的美 我们能创造的收益 实在是太多了 对吧 我们先决斗 没有问题 然后再这个什么 再杀这个佐斯 一个炮塔效应 通过琉璃把他打过去 最后可以难买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老曹素晶的配合 这类事必须暂停一下 因为他这里 不认识一旦掉血 就是曹中可以把 所有手牌给他 无所得让他回地去 同时曹中 他在这里卖血 卖血又摸了一堆牌 那后他冰死就会给他 所以让他是一个 我赚不赔的生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难买 最后开 后不定的时候再开 曹中这个时候 最合理的打法 应该是把所有牌给他 但是曹中这个时候 并没有这样做 他选择吃了一个 给了个桃子 实际上我觉得 你是不应该的 你把桃子 直接给他不就好了吗 你反正不亏 对不对 然后你马上又卖了牌 又可以去 待会发动人心 又给布链尸上一层保障 所以这里 可能是曹中对这个 自己的技能 可能理解还是不太够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那左思的会合 就有机会 把这个布链尸 打死了吗 也难说 他杀一刀 是肯定打不死的 你至少还得有二刀 才能把他打死 对吧 那么他这里 有没有了布链尸 实际上我觉得 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你这里 没有输杀呀 那马良只能杀一刀一刀 那一刀是绝对 杀不死布链尸的 杀不死布链尸 如果他这个曹中 把所有牌给他 这是第一点 你这里乐让他 不就能给我赚很多牌了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布链尸本身以后 能算出很多收益的 你让他动一下 又是给我们 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而曹中都被翻面了 你这个乐有什么影响呢 等盼到他的时候 都天荒地老了 所以这可以说 是一个失误 那么布链尸就动了呀 那没有办法了 送一张牌还不错 黑桃传递丸 传递了一个黑桃 那么这里乐是 绝对不能给他了 这个乐给他的话 那对于我们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双合联动 我们是无法忍受的 对吧 布链尸这里 拿了一个男朋友亲 不知道他在 想什么 是不想把男朋友给我们吗 郭怀尼拿过火攻 你会发现我 这个主攻 这局根本就什么事 都没有做半天 那么布链尸这里 开了一个关键 齐发 在你这个队友 才能选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流血也活得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开了关键齐发 但事实上 八卦阵 八卦阵藤简 我们三个人 只有左磁会受的实质影响 你就是为了打左磁吗 我觉得 这个关键齐发 开的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他觉得打不死左磁 OK 又开了个男朋友亲 男朋友亲 那我和马良也不会怕呀 因为马良的技能 大家都知道 他会吸杀 那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致命的事物 把他的这个 曹冲给直接打死了 然后把这个兵组 换掉 把左磁给打死了 一换一 结果呢 这个组赛是个内奸 而你现在这两个人都 你两个队友都已经很残了呀 虽然你们的阵容 越强于我们 但在这一轮而言 你还真不一定 打得过我们 对不对 所以说这局 不仅仅这个 我们这个打得很拼 而同时呢 反贼方这个失误 也是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他们最终的 这个悲剧的结局 那么郭海这里 选择了打左磁枪 他觉得打不练尸的话 这个不练尸 可能不练尸死了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就活了 他就追忆嘛 但是呢 如果是五五 可能会打不练尸 为什么呢 不练尸这个地方 有红甲各个人打死 而受伤枪不一定能打死 不练尸一旦打死 其实他把一个人养活 我们三打二也是不怕的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这个地方 每个相当不同吧 但不过怎么样 他把受伤枪打死 那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不练尸一打死 就瞬间变成了三打一 可以说这局也是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们在降变大裂 并且这里还中个闪电的情况下 硬是把这个局面 可以形成了反坏了 不过还没完 有些先上牌 他还要这里 殊死一搏呢 对不对 杀一刀 他让黑 靠了一滴血 乐一下 他这里甚至可以发动一个 皇家离剑 对吧 把牌给一个忠臣 然后他们去拼点 但是这样忠臣肯定会出个小点 一般来讲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运辅不太大 那我们是持下还有个桃子 在等着他 所以并不能太怕 对吧 我们两个桃子都可以留在手里面 这样的话 至于一个流血想翻盘 就很难很难了 对吧 所以这一局不仅仅二张忠臣 看来一点 他能发挥 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 只要你不放弃 有时候降面什么的 没有那么重要 这更多的是一个 游戏态度问题 虽然我们知道 降面还是能决定很多东西 对吧 毕竟这个收益 还是在身份上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主要是告诉我们 一个游戏的态度问题 你的队友的选将 你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这是属于 你没有办法决定的东西 你只能做好的 是你自己的每一张牌 需要打对 你自己的战略要选对 这才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在你把这所有一切 你能做的都做好后 接下来发生什么 这个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对吧 进人是天 听天命 这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游戏态度 胜不交 败不哪 这局输了 以后也还有机会 对不对 只要你坚持正确的决策 那么 那么你一定会在 打一千局 一万局里面 你会赢到多数的局 这就是我们要讲讲的 这么一个道理 好的 那么 本期的视频 就在这个 五月间的歌声中 搞一段路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把这首歌放完吧 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 我一直都忘记 如果你能抑制这条路的陷阱 我想你 一人做的很过瘾 走过的小足迹 走不到就憧憬 全会收拾去叛逆 寻意藏了表情 写下了小面具 我想说谢谢你 谢谢你 一路陪我到这里 一次一次你 吹下了泪滴 一次一次拼回 破碎自己 一天一天 你是否还相信 我在你心身处 那温困的自己 好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对了 还是欢迎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好的 我们这里不放完 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我视频可能要 要在YouTube上面上传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这个版权问题 那我们还是放到这里吧 好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